Hello 大家好 我是Myo 今天這條影片主要是給所有初學的朋友去看的 無論你是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如果你對化妝這件事不算是一個專家的話 你一定會有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你看著一堆化妝掃的時候 究竟這一枝掃和這一枝掃有什麼分別呢? 這個是化什麼 這一個又是化什麼呢? 有沒有這個問題呢? 如果你有這個問題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其實化妝掃裡面其實是非常講究的 所以今天就基於我自己有的掃裡面去告訴大家 究竟不同的掃可以有什麼不同的功用 首先第一樣要說的就是Foundation Brush 這一類型就比較常見到的Foundation Brush 就是那個area比較算是闊一點 圓一點 但是它的edge是比較尖一點的 就方便你去做比如說眼、鼻角 這些有angle的一些位置都可以上到Foundation的 而除了這一類型的Foundation Brush 另外呢 也有一種類似是Kabuki Brush的感覺的Foundation Brush 就好像這一類型的掃的毛是密麻麻的 那等你落Foundation的時候 盡量每一個地方每一個area都比較上even的 那通常呢 如果是比較traditional的Foundation Brush的話呢 我通常都會擠些Foundation在手上先的 然後呢 我就會喝個掃 就直接上臉上 那呢 用掃上和用Beauty Blender上的分別就是呢 如果你用掃上的話呢 你用的Product呢 相對地是可以少些的 如果你是新手不知道什麼Beauty Blender的話呢 就好像這一種這樣的海綿呢 就叫做Sponge 或者這個牌子就叫做Beauty Blender啦 因為它海綿的關係呢 它就會吸收了比較多的Product 那所以呢 你用的量呢 就反而要多了 那掃的好處是什麼呢 掃的好處呢 基本上就是可以比較Blender開比較容易的 還有呢 可以用少些Product啦 比較上even些啦 那但是它的不好處就是呢 你近看的時候呢 很容易會有條掃的那個痕的 那所以你就要衡量一下你用的力啦 還有你用的掃法呢 怎樣可以掃到條痕呢 越不明顯就越好了 好啦 我們現在示範一下用Kabuki Brush啦 那我通常的習慣呢 就是把這些Product呢 直接沾上去那個Brush裡的 那Kabuki Brush有一個好處就是呢 你相對地呢 不用掃那麼多下 都可以很even地這樣 spread out 到那些粉的 那大家清洗這個Kabuki Brush的時候呢 大家記住清洗的時候要大力一點 擦開一點掃 因為呢Kabuki Brush的原理就是那些掃非常密實的 那所以呢 大家如果要洗的話呢 就要用力一點去洗 擦開才可以洗得乾淨一點的 那大家看到分別嗎 好啦 大家會看到分別呢 就是如果用這一類型的Foundation Brush的時候呢 感覺上就比較自然一點啦 但是如果想高遮瑕一點的話呢 Kabuki Brush就會做到高遮瑕一點的這個效果 其實我都是用同一個Foundation的 跟著呢 就是要說遮瑕掃啦 好啦 那通常呢 遮瑕掃呢就有兩種的 一種呢就是好像一個mini版的Foundation掃一樣 那這個掃呢都是比較圓的方向啦 那譬如說你上眼這些位呢 就會好像很flat out的 可以將你的concealer呢 攤出來攤出來攤出來的感覺 另外一種呢就是比較新穎一點的遮瑕掃的掃 那就是這一支NYX的一個 好像圓圈感覺的一個concealer掃啦 因為concealer呢 如果你用掃呢 blend的時候呢 很容易會blend到沒有了那些Foundation 那所以它這個掃呢是幾特別的 它的賣點就是呢 它的那個密度不同 那你blend的時候呢 就不會一次過擦走你的concealer了 我現在立刻示範一下了 那首先呢 就會用最多人用的遮瑕掃 那這一類型的遮瑕掃呢 那你比較上呢就會容易一點去控制 你想塗的位置啦 沒有那麼容易出界啦 還有呢 比如說眼睛 近眼線的那些位呢 你都會容易一點去reach到的 而有時候呢 如果你用一個beauty blender 去上concealer的時候呢 就算它的角是很尖也好 但有時候呢 都未必可以上到那麼貼眼的位置的 那如果用呢 我這一支NYX的concealer brush的時候呢 它blend開的時候呢 因為它的掃呢 有不同的漸變的密度 那所以呢 就會感覺上容易blend一點 那用這個掃掃的時候呢 其實大家看到我呢 掃少很多下呢 但其實那個concealer呢 已經很evenly地 spread out了 那通常呢 在這個掃的界裡面呢 那頭最大最大的一個呢 就像這個這樣呢 就是用來下碎粉用的 因為碎粉呢 要很evenly spread out在你整個臉上 所以掃就越大呢 就可以越容易去掃到你 就像那些粉這方面呢 那你面的每一個corner都可以上到粉的 那通常上粉的時候呢 大家一定要小心的 就是呢 一定要 塩些粉啦 塩... 就算呢 你很平均的這樣塩粉 但你會看到掃呢 其實呢 上到去是沒那麼平均的 大家看到嗎 所以大家一定要凳粉 看著 等完之后是会均匀很多 再上粉就不会一块一块的感觉 通常上 powder brush的时候都会打圈 粉就会均匀地伴在你面上 接着就是要讲阴影 通常打阴影的掃都会像这两支掃的感觉 有斜线的感觉 有大和小 大点的掃自然上色的时候就会比较大 小的掃可以控制到想上的位置的颜色 我示范一下如果你想用小点的掃 你上的时候 那条线相对地就会均匀 你会看到contour的效果就会均匀 但如果想比较滑一点的效果 用大点的掃就会更容易 那这样 大家会看到分别是 如果用大一点的掃的时候 它的颜色分布就会拡大了 看起来感觉不太强 如果你化妝的時候,看上去線的感覺比較強 像這個位置可以拖下來,明顯那麼出色的話 細掃就會做到這個效果,大掃反而做不到V面的效果 接下來我要講的就是highlight掃 這四個就是我比較常用的highlight掃 這個大家應該都很多時候見過的 這個掃就叫做Fan Brush 它就像一把線的感覺 如果你想上一個highlight,用一個最小範圍的情況下上的話 Fan Brush是非常之好用的 而且如果你在初學者上highlight的話 Fan Brush會非常之適合你 因為你下手就算很重的話,看上去也不會太誇張 這個就是Fenty 120 Highlight Brush 這個掃就像一隻牙的感覺 看到這個掃呢?它是有斜角之餘 它中間還有一個尖的頭 這個掃可以令你想上highlight的時候 令到你的highlight非常之強烈的效果 它是一個好的選擇 另外兩個就比較 in between很 casual的Fan Brush 和很誇張的Fenty的這個highlight掃 就是類似這些最普通的highlight掃 但是這個掃我都很推薦的 這個是一個colourpop的F5掃 這個colourpop的F5掃上highlight也很漂亮 而且這個掃上去面的時候 因為它比較窄 所以它可以令到你的highlight不會煞到整個拳骨位 它可以只是focus某些位置 但是因為它的毛很密的 所以可以令到highlight很濃 很強烈的感覺 那我現在示範給你看 用Fan Brush和Fenty的這個120 brush有什麼分別 如果你用Fan Brush的話 通常你只需要用頂部的頭 在頭上掃一點顏色就可以了 就像這樣 然後再塗一層 對了 那用Fan Brush的時候 就會掃到一個比較自然的感覺 的一個highlight 看上去就不會太誇張 而且你可以橫掃完粉上去之後 如果你想範圍大一點的話 你可以慢慢拖下去少少少 這樣向下blend 少少少少就可以了 對了 OK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效果 如果是用Fenty Beauty的 這個很濃的 很強烈的highlight照的話 因為這個 brush有兩邊的關係 所以兩邊都要沾一點產品 兩邊這樣沾 沾完之後 大家上一個highlight的時候 就可以把手這樣按下去 跟Fan Brush的道理一樣 但是向下按 這樣blend 這樣用這個掃的效果 就會比較粗一點 還有整個highlight的感覺更強一點 這邊就比較自然一點的效果 那就有兩隻 看看你想高火的什麼樣子 就用什麼類型的掃去製造這個妝 好 接著要講的就是胭脂掃 那胭脂掃 看上去其實跟Powder Brush是有點像的 大家可以看看 兩隻的分別就是 但是當你是上碎粉的掃 感覺上是比較圓一點的 那些旁邊的掃的毛是短一點的 中間那些是最長的 但是blush的感覺就沒有那麼圓了 那個圓的位置只在頂上 不會去到下面的位置 那因為這樣掃 那個blush就不會在你掃的時候 掃到旁邊的位置都是blush 不會散得太開 所以它可以在你上色的位置 有那個胭脂的效果 胭脂的掃通常有不同的大小 有大一點的感覺和小一點的感覺 那道理也是一樣的 如果你想比較實一點的 你可以用小一點的掃 如果你想事情散一點的 軟一點的 可以用大一點的掃 那我們今天就只用這個大的掃 那呢 上blush的時候一樣 就是這樣 更快一點的粉 其實用blush 你塗在不同的位置 可以讓你的面形有不同的效果 那我們今天就高貨在大部分人 都在塗的位置 去show這個blush是怎樣去塗 通常人們就是塗在蘋果肌這個位置 其實可以是這樣打圈 打圈打圈打圈 打圈打到你會看到 顏色有點出色 好像現在這樣 你會看到我那個blush 跟我剛才的bronzer的顏色 好像融合了一體 咦 那其實就行了 就夠了 接著就是這個神掃 這支Morphe的 不知道多少號掃 我就是用來打陰影 超好用的一個掃 這支掃 其實可以是用來做眼睛也可以的 但我很喜歡用這個掃 用來打陰影的 我覺得它夠硬 而且它夠圓 而且它夠鬆 那我上陰影的時候 感覺上自然一點 容易blend一點 發完之後 鼻子立即小了 去到眼方面的掃 眼方面的掃 其實非常講究 今天就主要講這四款給大家聽 這四款大家會常見到的 通常你上眼的時候 大部分你首先都要上一個base color 所以bass color就需要比較大的掃 類似這個fenty beauty 210的blending掃 這個大掃可以令你很簡單地 很輕鬆地可以blend整隻眼 整隻眼 把bass color在底下 然後呢 通常會用到一個掃 比較扁 感覺上有一點像concealer brush 但肥一點的感覺的掃 就讓你上眼睛在眼睛的位置 那你上那個粉的時候 就會容易地blend開來 顏色都可以保持到那個indensity 大家記住 你用掃的時候 不是要把掃按下去 才叫做blending 其實呢 最好大家 是用掃的面 這樣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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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真的發揮到那個掃的blending的效果 才會令到你的粉不會一塊塊 還有容易掃開一點的感覺 那之後呢 就會是eyeliner brush 那通常眼線掃呢 都會是平 或者是斜 或者是短 所以這幾個是主要的分別來的 那呢 就可以讓你上eyeliner的時候 可以容易地畫到那個感覺 然後呢 就是 漏了說的 眉毛 eyebrow brush 那通常eyebrow brush 其實跟eyeliner brush 有一點像的 那但是呢 眉毛掃呢 通常呢 八成都是斜的 而且他們兩者的不同就是呢 eyeliner brush 是軟一點的 是舒服一點的 你塗眼的時候呢 是不會刺眼的 那但是呢 眉毛掃呢 通常就會硬一點的 聽聽聲音 為什麼要這麼硬一點的掃呢 因為呢 你本身眉毛是有毛的嘛 如果你太軟的話呢 它就未必可以直接畫到你的皮膚上面 你的掃呢 叫做硬呢 才可以撐開到你的毛去畫上去的 如果有在這邊呢 就比較方便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一個眉梳 那等你可以畫完之後呢 再梳一梳的時候呢 你畫的眉呢 就會感覺上呢 soft很多 natural 自然很多很多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一個Tools 一個工具來的 最後啦 是不是很長啊 這條片大家 撐住啊 還有啊 這個呢 就是一個 lip brush來的 那麼lip brush呢 通常有兩種啦 那我就沒有另外一種的相片 我就放在相片裡 叮 那通常呢 lip brush呢 我有的這個呢 就是一個比較尖頭 有點像mini版的毛筆的感覺 通常呢 這一種這麼尖的唇筆呢 最主要呢 就好像呢 將你的唇膏呢 變成唇筆一樣 等你畫那個outline的時候呢 可以更加的define 和顏色可以更加intense 所以呢 如果你是會用唇筆的朋友呢 不妨買一支尖頭的掃呢 可以將你不同顏色的唇膏 都變成有唇筆的效果 對了 那大家呢 其實呢 我就很少洗掃的 我通常就可能一兩個月 三個月四個月 才洗一次掃的 如果你想知道怎麼洗掃的話 你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可以考慮一下 拍一條片教你 怎麼可以很徹底 很深層的這樣洗你的掃 teaser 真的想說給大家知道 為什麼要分析不同的掃呢 就是因為其實掃呢 對化妝呢 是非常之重要的 可以令到你的妝 看上去自然一點 好看一點 還有會化到不同類型的效果 那所以希望這條片呢 可以幫到你啦 那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呢 就按個like啦 然後記得要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還有開那個鈴鐺啦 那我們就準時 逢星期二、四、九點鐘 我們下條片見啦 拜拜 拜拜 不是自己都有 遇到幾點頭 多點 Abend